第十八届的寿风乡长补选在今天上午寿风乡公所三楼礼堂进行号刺的抽签 那么在乡公所秘书叶首义的主持之下也顺利的完成致辞的号刺抽签 第十八届寿风乡长补选今天进行号刺抽签 在寿风乡公所秘书叶首义的主持与县选委会的监委见证之下 先由寿风乡公所承办人员宣布抽签的注意事项 并且将号刺由同仁监督之下放入签筒 那抽签的结果号刺会作为我们公告候选人的名单 还有选举公报以及选举票的排名次序的依据 那今天参加我们抽签的向寿候选人有两位 依照审定的名单有两位有 第一位是我们的徐雪英女士 第二位是我们的刘耀仲先生 那接着我们要报道的是抽签的方式 那抽签的方式当然会有顺序 依照规定顺序就是依照登记的先后顺序 那我们的登记车里面那一天登记的时候 第一位顺序是徐雪英女士 那第二位就是我们的刘耀仲先生 两位候选人在支持群众的支持下 顺利的抽出参选号次 并且念出顺利当选的口号 希望支持的乡亲能够给予支持 与了解参选的号次 会让寿风更好 发展寿风更美好 谢谢大家 助力放钱 谢谢 谢谢大家 在最后的一个月时间里 双方人马都全力冲刺 在寿风乡各个角落积极地进行拜票行程 大家也都拿出了证件牛肉 希望能够获得寿风乡亲的青睐 记者林杰 寿风采谋报道